《邱鎔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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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主持人 川芋老師 在座的前輩專家 應該是說今天來跟各位分享的話 心理和事有點金黃成紅 主要的原因是 各位可能聽過我們講的快記是快快忘記 所以其實上天為課程的話 要引擎成功的注意的話 本身是蠻有挑戰性的 當初我上的快記就是管理快記課程 對於到學部的學生 從來沒有實務經驗的學生 要怎麼樣讓他們更容易從管理者的角度 來進行決策分析 或者是引起他們的注意 是我們在課堂上很需要去客務的部分 尤其現在手機很進步 課堂上我們之前也曾討論過 就是學生在課堂在管理的時候 不明有時候可能出去滑手機 或者說神遊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接觸到我們教授的部分 我就覺得 誒 關於管教室的設計 也許是可以讓學生有不同的 另外一個去複習的機會 因為關於學生神遊太久的時候 那他可能同一段都給我們 那後續他們的一些內容 他可能就在課上 所以我就鼓起了勇氣 那就開始來錄製教材 那我想前面的幾位老師也有分享過 其實錄製教材它有它的挑戰性 那我個人的話 今天的話就是也很羨酷 因為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是 我第一次錄的一個單元 那想要這麼多的原因就是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透過經驗 那再回來看看 也許我們藉由在座的大家的 腦力雞蛋故事經驗分享 也許可以更容易地 讓大家在未來的過程當中 更容易來看守這個 數位教材的錄製 那首先的話呢 我很幸運的是 當時的話呢 我要使用這個軟體 的時候呢 已經找了一位東武生 那一位東武生 他帶著他的筆電跟我的筆電 讓我們實際去請教科中心家裡他們 來教我們怎麼操作 所以在操作的部分 我有一個小方法 那這個工作上的好處是 他每次他都會幫我記錄 我在錄製的過程當中 我有哪個地方是NG的 那另外的話 他會幫我控制一下時間 那因為我們幫老師的 我想我們對於教材的時候 熟悉度是比較多的 可是在展示的過程當中 因為學生其實是沒有面對面的 所以譬如說你必須要事先 所以要想出我們的聽說 他們想要聽的是什麼內容 那不是只有一段一段的放後會的 那我想我就先簡單先講一下 因為這一個課程的部分 可能各位有聽過 叫做二十八十原則 所以我不是用傳統的上課方式 我先把我的學習目標先熟一下 OK 謝謝 大家好 那根據我們第14章的內容呢 我們的學習目標總共有用的 那首先 第一個是 Cast by a customer's values and cost deeper growth customers 討論當顧客購買相同產品的時候 企業的收入跟成本可以不同 那這邊會告訴我們 即使顧客買的產品是一樣 那因為我們可能給他不同的折扣 所以收入會不一樣 那另外 針對不同的顧客 我們所提供給他們的服務成本 可能不同 那防止最後對公司的 我們業力位率貢獻會產生差異 那學習目標二的話呢 是 Identify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 profitability for clients 識別、顧客、獲利能力不同的重要性 那在學習目標二的部分的話呢 是我們這一張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會運用到二十八十原則 需要去了解 幫公司創造利潤的重要百分之二十的顧客 那這些顧客是來自哪裡 那參數的話呢 我們會教各位幫公司的顧客加以分學 那找到最重要幫公司創造百分之八十利分的 前瞻百分之二十的重要客群 那學習目標三的話呢 我們要回來運用有關ABC的概念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把成本層級的觀念 運用在顧客成本的計算 從下understanding the false and rocky phase of the Russian E-Camp statement 那我想我先暫停一下 其實當點會不會聽的時候呢 有可能會發覺說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停頓 那這一段的話 剛剛的話也希望我們教各位老師 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見解 就是你可以透過NR等等的 去讓學生可能更容易去在自己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也許可以讓他們比較容易能夠去找到遺憾跟不錯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之前的話呢 剛才我老師也有分享 就是他自己都會寫他的 在準備這個書位教材的時候 他是會自己會先把他的想要講的內容都寫下來 那因為我們管太的東西的話呢 其實那種會蠻多的 所以其實我的作法會是 就是要用像光混輪的方式 這樣一個一個跑出來之外的話呢 我是用口述的方式 那口述的內容的話呢 當然你的邏輯性要很強 所以現在這個給大家看的話 其實是一開始的作品 那等到後面的時候 我覺得也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前面這個光是15分鐘的錄製過程 我花了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真的已經快放棄了 你會覺得說光是15分鐘 我要錄三個小時以上 而且還要 這還不包含剪輯的過程 因為剪輯的話呢 會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再修掉 所以必須跟各位報告 我光是錄第一個單元的部分 我花了有將近 像加一加 包含跟公讀生涯不同的過程當中 花了將近有半天的時間 那我總共錄了20個單元 那怎麼能夠持續到最後 也要跟各位分享 到最後的時候 我要錄一個單元 假設是10到15分鐘的話 其實最多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那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學習曲線 那因為大家的各位的話 也有分享到 像先生老師有提到說 怎麼樣讓學生更容易去喜歡這樣的課程 因為我們仔細也試著 把我在課堂上所錄的這個東西的話 目前還更重翻轉 那是未來下一期目標 那目前的話我曾經試著 在我一整個學期的課程當中的話 有兩次我是挑選用說教材的方式 那在課堂上通給學生聽 那當部分傳統的學生 他會跟我反應說 我還是比較希望看到 我是在課堂上教授 那我跟他們講說 那以後老師還是會來教授 只是課堂上我們會比較多的互動 那比較多讓同學問問題的機會 因為以前上會計的同學都會說 老師我們要準備會計師考試 要做很多題目 那這個題目沒有人幫我們解答 尤其現在助教的薪水都會喊 所以助教做不可能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學生他們真正有需要 老師來幫助的部分是他們的問題 不懂的地方需要在課堂上有人解答 那我曾經就是用翻轉的類似的情況 在課堂上去請同學們來做一些題目 那同學們也會說 這樣的話老師就可以直接告訴我們 該怎麼做 那接著我就請大家來看一下我 接著在實力的部分的話 我是怎麼進行的 在銀行業的話 他把它區分為三類 包含大型銀行、小型銀行 跟存在體肢 在這一張部分的當中的話 我們知道透過APC的模型分析的話 我們能夠找出 Diverse公司市場區格的獲利貢獻報告 那這個報告怎麼出來的呢 首先的話我們是把顧客價有分尋 所以幫公司創造最多附加價值的顧客 我們剛剛列出來 其中第四個顧客是最有附加價值的 那下一個是第二個顧客 再來是第一個顧客 那剩下第七個顧客 各位會看到 有關對Diverse公司的 附加價值的部分 第七個顧客是 反而造成公司的附加價值是下降的 那透過這張圖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哪一些是 對公司有重要獲利貢獻的顧客 包括我們的歷史當中的話 第四、第二、第一跟第六個顧客 都是可以增加公司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的報告時間大概是到這邊 我想可能還是要介助在座的專家學者 在座給我一些建議 好,謝謝 好,謝謝陈寧老師的內容 好,謝謝陈寧老師 那個剛剛在看的時候 我發現陈寧老師在肢體語言上面是很豐富的 那只是說 因為你在分享的這個內容部分 它是非常非常 啊,這個專業的東西 所以非常難去發揮它 那不曉得各位老師平常看不看漫畫 如果我們沒有常看漫畫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的圖像能力會 會比較弱一點點 甚至我其實 我其實蠻推薦現在很多 那個 日本工具書 不管是教說話也好 教邏輯表達也好 或是教一些那個 雖然剪刀技巧 他 他的書的文字都超小 也字都超大 我覺得這根本來騙錢的 可是他 他的地方是 他每次右半邊都是文字 左半邊一定是圖 平大張圖 然後告訴你 你如何去理解中間的一些部分 我發現這種工具書很好看 其實如果我們常常看漫畫 去透過視覺去講故事的話 其實我們更能夠去讓那個 說我們簡報 能夠更多的 故事性 或者說讓他可以理解他 像剛剛前面一頁的時候 他其實有想到說那個 說什麼 公司有分為什麼 大中小 等等 那其實在這裡頭 如果說能夠有一個畫面出來 那麼學生對於 公司有分這三種 其實他們就會有一個感覺 喔對 因此他們心裡就會去想到說 喔那一次 他就要用什麼計畫 但是當我們只有文字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想很多 喔不知道可以這 不知道可以 就可能就過去了 所以其實看漫畫 這個對於我們的視覺上的這個 語言上來講 有滿有大的幫助 所以偶爾可以參考 參考漫畫書 或者是日本工具書 那如果說是 就動畫 用會動的視覺來看 其實我推薦的是那個 動畫電影 因為他們的那個視覺的那個 那個 語言會更強烈 也知道說 喔他們的畫面 怎麼放的時候 好像有些這樣的感覺 偶爾會有些啟發 那甚至 各位可以再 看看漫畫 或是讀這類東西之後 這一點教學 一點想 如果我要人家去理解的東西 我會有腦袋 會構築什麼樣的畫面 這就是一種 這是一種經濟魔化 那其實滿建議 老師們可以試試看 用這樣的方式 去增加他的這個活潑度 那我們像剛剛在分享 那個 請問 姓曾老師的部分的時候 有講到說 其實翻轉不僅是 翻轉教學的方式 其實可以翻轉整個關係 就是說當我們的學生 能夠變成一個 跟老師一起組成一個 教學創意團體的時候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翻轉 因為學生 他們如果有機會 能夠去解決問題 而他們能量也夠的話 他們有舞台去做 他們的學習動機也很強 那當他們有些東西 他們就會把這些東西再帶出來 那學生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會更緊 他們可以更快 去抓起他們 同等級的一個心 所以我覺得 這種翻轉也會很有幫助 所以有時候可以跟 次世代來做些學習 看看漫畫 或者是 這種新式的工具書 其實我覺得 很滿有幫助的 那跟各位老師分享 謝謝